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这是它的藤蔓 可以看到 它是靠这个藤蔓 这样子 扰在这个竹签上 就可以稳固这个 斯基豆 当它长到 长出这样的藤蔓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 这种短的竹杆 也就 废物利用这种短的竹杆 我不会丢掉 可以把它拿来 像这样子 放在这个 斯基豆的旁边 插入土粥 插在这个斯基豆的旁边 这样的呢 可以支持这个藤蔓 让它扰的这个 小竹签 小竹杆啊 这样扰上来 固定 这样子它可以通过这小竹杆呢 牵引 这个 斯基豆 往这个大的竹杆 爬 因为我这个架子呢 搭得比较高 将近有两米吧 两米高一些 那么这个下面这个空间呢 我就是用这个小的竹杆 这样不到半米高一些 这样子啊 然后它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藤蔓它可以继续往这个大的竹杆上扰上去 可以看到我这个 这个斯基豆的架子啊 它主要是两边的 像人字形的啊 两边的这样子的 主要是两边的竹杆为主 中间呢 一般是空的 所以中间的话 我就插一些小的竹杆 不用太高的 那么有些竹杆 留下的一些小竹杆像这样的 我就不扔掉它 那是不是就可以再继续利用呢 那像这么小的竹杆 将近半米长一些啊 那我就看这个斯基豆长得挺好的 那它要够到这边的竹杆 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距离的啊 那这样风一吹就倒下去了啊 好 然后我就用这个小的竹杆呢 插在它这个斯基豆的旁边 跟这个根部要有一点距离啊 主要是怕弄伤根部 让插在它旁边插下去 好了 这样就让它 这个 这个小藤 这样绕上来 到这样的高度的时候 它再靠到我这个主的竹杆 就很近了 好 这个也是一样的 好 这个已经绕好了 这个因为我在中间插了一根比较高的竹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藤蔓往上爬爬爬 爬到这个位置 它一直绕着这个 这根竹杆上去 很快我想很快就会有小花雷出来了 就会开始节豆家了 好的 那我看一下这个 这一根 这一根 刺激豆啊 你看 先可以让它绕着这个 这个竹杆 走 那么 像这样子里面还有一个 它的藤蔓在这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 我在它旁边再放一个小的竹杆 像这种小竹杆都很有用的 不要扔掉它 放在这四季豆旁边 好 让这个四季豆跟着绕 绕着小猪牵着 让它 跟它牵引 牵引到这个大的竹杆上 它以后就会往这两边爬 这就是我用这个小竹杆 支持这个四季豆 爬到这个大的竹杆上 好了 可以看见 我的每一株的四季豆的旁边 都会有一个小的竹杆 看这一棵 这一棵 这一棵 里面这一棵 每一个四季豆的旁边 我都会放着一个竹杆 这样就便于我们的四季豆 先爬上这个小竹杆 然后它可以通过 这个小的竹杆 爬藤 然后再牵引这个藤蔓 往这两边的 这个竹杆爬上去 所以呢 这个打架子啊 非常的重要 这个打架子打得好 它可以让我们的四季豆 长得比较开 也便于它爬的开 这样有更多的叶子 长出来 有更多的花雷 可以接豆角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架子打得好 然后我们的底肥 比较足 阳光充足 那么我们的四季豆呢 它就会高产 因为长得开 如果说 没有这个架子的话 或者它只有一根竹杆 这样往上爬的话 它会长不开 而且呢 就是长得比较的 比较的矮小 比较的说说的 就不能开枝散叶 这样子的 所以说 这个打架子是非常的重要 可以看见我这个 四季豆的这个人字型的这个架子 中间都是插满了这种小的竹杆 它呢 这个小竹杆呢 起的作用就是 可以牵引我们的四季豆 从它小的这个四季豆 开始生长的过程中 不断的牵引这个四季豆 往两边去爬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